好 来看一下第六题 第六题的话呢 他给你A和C 它要求B 我会这样建议你 你先移向移好 B向量是不是指把A移过去 会变成C向量-A向量 那C向量是什么 C向量不是-1 2 减掉A向量就是5 7 所以-1-5是-6 2-7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-5 ok吗 2-7-5 然后第二题 要求B向量 B向量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 也是移向移好 这个你们自己移 把-B移过去就变正的 然后把C移过去 所以就是变A向量-C向量 这样可以吗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会变成是A-A向量-C向量就是 5 7-2 所以会等于是4 减-1是6 6 然后这边-2是5 7-25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好 那第三小题 他说A-B 互为反向量 就B 那很简单啊 A等于什么 A向量 是不是互为反向量的话 就是A会等于-B 应该是要写B等于-A才对 所以就把A冠负号 57冠负号 就变成是-5-7 这样 有没有问题 这很简单 OK OK就往下了 好 好 请往下看一下 接着往下看 嗯 再来是倍数的 倍数的也很简单 就造成就好了 假设你今天乘与R倍 R是任意时数 那A如果是0向量的话 你乘R倍还是0向量 那如果今天R是正的 那R倍的A向量 就是跟A是同向 可以吗 那R是0的话 乘起来还是0向量 R是小于0 那你乘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反向 这个其实很简单 等一下教你们做 那就是乘R倍进去而已 坐标也是 举个例子来说啦 看一下这什么意思 他说呢 C租1是等分点 然后是以AB表示 来 请看一下A租向量 这里总共4等分 对不对 那A租是几等分的AB 是不是4分之2 他的意思就是 要你用AB去表示A租 是不是就是4分之2 就是2分之1AB 可以 有没有同向 有没有跟AB同向 有啊 所以这个是正的 这个叫做系数 这个就是R 他是正的 那如果是BC ABC就反向咯 BC是不是就是4分之3的 -4分之3的什么 AB向量 因为他跟AB相量反方向 因为他跟AB相量反方向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齁 看一下 应该不难 好的 第八题 第八题照算就好了 2分之1的A 加上2倍的B 好记得喔 X座标加X座标 来这个乘进去 X座标是不是1 这个乘进去 X座标是-2 OK吗 再来这个乘进去 Y座标是不是变-2 这个乘进去Y座标是不是变-10 所以你的座标是不是变成-1跟什么 8 这样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3倍跟4倍 一样啊 3倍的A向量 减掉什么 4倍的什么B向量 好来试试看喔 乘进去 是不是是6 乘进去是不是加4 乘进去-12 乘进去-20 所以是不是就分别等于10跟什么 -32 这样有没有问题 很简单 这里都是超简单的简单 只要不是好好算就好了 好的 我们现在看第九题 第九题 看一下 这边呢 请你先算出A B向量 A B向量 用B-A 是2 4-2 是2 可以吗 然后一样先算C租向量 就是租-C 所以就变3 租-C 然后2分之3的AB 跟什么5倍的C租 就一样的方法 乘进去得3 乘进去得15 就X合并 啊这个乘进去是不是3 这个乘进去-5 所以是不是得到18 这里3-5是不是就是-2 这样有没有问题 18 可以 哪一个 上面 这样有没有问题 只不然它乘几倍你就乘几倍 啊相加就是X相加Y相加 相减就是X相减Y相减 这应该很简单 好再往下看 所以呢 我们进阶来看一下这种题目哦 第10题 他给你A向量跟给你什么B向量 对不对 然后他要问什么 他要问说 如果今天2倍的这个会等于这个东西 他要求A 他要求X向量 那这个就直接去乘进去 你直接把2倍乘进去 先把2倍乘进去 会等于什么 X加3A 好 目的什么 目的是想要X 所以麻烦你把X移到同一边 变成2X-X 然后呢 AB移到同一边 这个移过来就变成3A加2A 这个一过来就变成-2B 所以2的两个X向量-X向量 是不是就是X向量 那3加2是不是就是5A-2B 这样可以吗 5A的话就是3E 2的话就是-24 好 所以是15加4跟5-8 所以在这边就是19 这边就是-3 算出来就这样子 应该OK的 就照着他这个去剪 他只是多了前面一个整理的步骤 嗯 可以自己算没关系 那就讲到11题 好 11题 请看11题讲完就可以下课了 11题呢 这边解连例 X向量-Y向量等于2A加B 可不可以 然后呢 这边是2X加Y等于A加3B 可以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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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 带进去就好了 A向量是不是就是-1 2 加上3分之4的B向量是03 所以得到的就是-1 这里乘进去是0 0 然后这里是2 乘进去是4 所以就等于是-1跟6 这样有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再乘于2 这边乘于2 就变成是2倍的2倍的4倍的2倍的 可以吗 可以吗 然后1加2A-1-2-1 2-1 2-1 把Y怎么样 把Y留下来X消掉 因为刚刚是算X吗 所以就会变成是4Y等于2-1 所以是-3A-1 所以是B 带回去觉得没有比较快 会比较快吗 带回去也可以 带回去也是可以的 对 只是这边我可能就想说 这样算带回去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带回去好像没有 看起来没有比较快 这边的话呢 你就直接 A向量就是-3分之4啊 A向量是-12 加上1分之1的B向量是03 好来看一下 这个乘进去就是3分之3 啊这乘进去是0 所以他就是-3分之4 然后这个乘进去就是-3分之8 这个乘进去就是-4分之3 3分之8加4分之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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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没有那么丑欸 哪一个算错吗 看一下 5分之3分之3 3分之8 3分之4 比较2分之3 难怪我想说 数字应该不会这么丑才对 这边系数改一下 这里3Y出过去负A 这里就是三分之一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里是负的 这里是三分之一 所以第一个就是1 这个负2 负2加1 负2加1负2 这样 没错就这样 好的哦 所以你喜欢